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呀 欢迎收看本期的动漫三分钟 我是你们的豪哥 老规矩是咱们的猜图环节 大家可以猜猜视频中阴影出的角色 他是谁呀 答案叫在本期视频末尾处揭晓答案哟 一定一定要看到最后关头哟 大家都知道 所有那些比较火热的动漫 都会遭到很多网友的恶搞 比如强制让动漫里边的大佬穿上女装 所以火影忍者也逃不过去 今天豪哥就给大家讲一讲 火影中穿上女装的大佬们 第一个豪哥要说说咱们人见人爱 帅哥卡卡西 当他穿上女装 成为女装大佬以后 会是啥样呢 看我是个魔法 BAM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明显是穿了一个中国风的女装 头饰也是这样的 虽然依旧没有把脸上的面罩摘下来 但是整体一看完全没有违和感 感觉已经是个大美女 而且身上还被有飘带 看来一定是在cosplay嫦娥了 第二个 咱们说的女装大佬 怎么都没有咱们的大蛇丸呢 虽然咱们不能确定 大蛇丸现在到底她是男还是女 毕竟生了四月 又当爹又当妈的 但是她的女装倒是被人画了出来 一共有两张 第一张穿的很是休闲 怎么说呢 林家大姐姐 不能形容她 必须用林家大妈来说她了 这样更合理一些 而第二张就是她穿上日本传统和服的样子 你还别说啊 还真的很显端庄 有一种贵妇的感觉呢 而歪罗的女装变化 还是有的 她直接变成了长头发 而且穿上了一身 前面抱着一个布娃娃 显得弱小无助 非常的可爱 卡娃伊 跟平常的她 反差实在是太大了 不知道的 以为啊 歪罗的妹妹呢 而最后一个 则是官方 嘿嘿 官方的梗 那就是啊 小李曾经出现过女装 大家想象吗 在剧场版中 大家的性格变得完全 被一样的佐助 学会了撩妹 而初天变成了大街头 重点是咱们的小李 居然成了一个 爱穿女装的女装大佬 观众都说 没想到 你竟然是这样的小李 简直 哎 太拉眼睛了 好了 现在好哥 公布本期的猜图单了 小伙伴们 你们都猜对了吗